哈喽你好 你是第几次过来的呀 我第三次过来的 那你觉得这里的男人的条件怎么样 不行条件都很差 又不帅工作也不行收入也不行 你自己收入多高吧 你觉得他们不行 我收入大概在5000左右 5000左右呀 那你觉得男人多少收入 你觉得是合适的 2万左右 为什么要2万呢 你自己收入5000为什么要找2万的 因为我要瑜伽呀 我要喝星巴克呀 我要跳舞啊 那星巴克一杯40块钱太贵了吧 喝奶茶不行吗 十几块钱奶茶也可以吗 星巴克我奶茶不一样的呀 品质不一样感觉不一样啊 那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33 你33你要找年纪多大的男人 你觉得我要找年纪28的 不能超过30的 那年纪28岁的男人 他哪里有条件 有啊 有啊 年纪太大的话 会很空门很小气 那你有没有觉得 你今年30多岁都还没结婚 是自己的择有关有问题啊 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太优秀了 一般的人配不上 你哪里优秀了你告诉我 长得好看啊 身材好啊 我有能力啊 那你觉得 你觉得这个帅哥怎么样 还可以呀 蛮帅的呀 可以呀 但是他收入多少钱 你收入多少钱帅哥 五千 他收入五千 五千 太 那你要找 你要找个年纪 你要找个收入多高的吗 我要找两大不六的 两个大不六的呀 两个大不六的不能少 但是我觉得你看起来比他年纪还要大 你多大了 我没关系 我三十七 你三十七啊 我三十三 你这个相差也太大了吗 一个三十七一个三十三 我觉得你们是同意的 那不刚好吗 其实我跟你讲 这个小女他还是不错的 我跟你说 收入太低了 但是他不喝酒 不抽烟不喝酒啊 但是他不抽烟不喝酒啊 不能丢了两大不了 丢了不行 哦 那个小女呀 你还是要提高收入知道吧